今天又来给大家分享谢尔兰的养护了 然后给大家边看岩石咱们边分享 刚才小慧也问咱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晚上的时候开得比较快 白天的时候开得比较慢 好多的植物它对于光都很敏感 尤其是长树花呀 谢尔兰还有檀花这些东西 它们都是这种短日照 还有大家经常养的那个要垂丝茉莉 最近也比较活 它们对于光照不需要很多 也不需要很长 更不需要很强 所以说它一般都是在晚上 敲膜声息的把这种花慢慢的去开放 因为白天的时候有光照的时候 它就会稍微闭合一下 因为光照对于这种植物来说 对它来说就有点太多了 感觉有点溺哀的感觉一样 它白天的时候更多 在有些光照的时候 它去长自己的身体 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把白天积蓄的那些能量 通过光照获取的那些化学能 而去晚上给它开花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尤其是大家养长手 西尔兰不爱开花的那个 就别给很多很多的光照了 光照很多了并不好 一般大家伙能够发现的 就是在春秋天 长寿花在室外盆栽养货 它们开的比较多 夏天这种长日子的时候就不行了 还有长寿花也是一个道理 关于长寿花的一个控光 就更加需要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感觉了 干了 咱们今天还是化回西尔兰 开完花之后 很多的花手就不去修剪它 不去这种拧拧叶子之类的 它会一直长长 它就跟一个啃老族似的 它根系不会很多 但是它上面叶片很多 好多的花手把西尔兰都养成了 掉了那么长 它营养供不上去的 大家一定该这样一掐一拧 它就下来了 很简单的 不用很暴力 拧下来的这种肥厚的叶片 放到草土上都不用你怎么弄 它就能长成一份新的 而比较好养的 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不喜欢长日照 对于水量的一个需求略干一点 但是你别让它过分缺水 因为过分缺水和暴晒 这个叶片就不肥厚了 好吧 别点没啥 最低温度只要不低于5度 肥料和土的话 选通用型就OK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当然大家如果说喜欢谢尔兰的话 老花一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放到下方小黄车了 都是老花一自己大包自己卖的 爱买买吧 不买拉倒 反正到时候 是吧 别忘了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一 白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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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